這是我們國防的重要政策 就是潛艦國造 來看到是目前這個潛艦國造工程進度 是到了船段的對接電焊的階段了 而這個再談就是這個船艦 潛艦船身本體 它的自製率也有超過四成的這樣的成分 那再來看到是這個潛艦國造 它的零組件可分為三大區塊 這個紅區的就是我們國內是沒有辦法 自行研發的是要仰賴外源的技術支持 而至於黃區是指說比較很難取得 但是有這個自製研發的潛力的零件 那綠區就是完全可以自行生產的設備的部分 所以就來看到是我們這個台船的動作 就說現在的各項作業都還在 是穩健的進行當中 是設定說原型艦在今年九月份 就能夠來下水了 而他提到是有部分零組件 可以在國內的自製時候 會這樣找國內的廠商 來培養我們的生產的量能 並且預計在未來會找可能機會 找國內的供應鏈廠商 來合組這個供應商的聯盟 來提升我們潛艦本土化的實力 就是希望可以在未來 達到這個潛艦的國家隊 可以形成完整的產業的聚落 提升我們國防的實力 好 那除了這個國防資訊之外 稍要告訴我們 我們推出了新的這個娛樂頭條 可以掃到QR Code之後 叫賴好友這個明星八卦動態 一首不漏街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請支持TVBS